刘慈欣的三体获得了余果奖 好警方的北京折叠也获得了余果奖 还有哪些作品获过这个奖项呢 同时什么是余果奖呢 1884年余果根斯巴克出生在卢森堡 1926年这个人创办了第一本真正的科幻杂志 惊奇故事 成为了科幻类型文学的先驱 这个人之后被称为科幻杂志之父 而1953年开始设置的年度科幻小说奖 用它的名字命名为余果奖 从53年创立初期到09年之间 余果奖给到的都是年度科幻小说 从篇幅上说有长篇中篇短篇中长篇 还有中短篇等等 2010年开始还设置了漫画戏剧等等奖项 所以从10年一些大家熟悉的影视作品 也在余果奖的获奖之列了 比如神秘博士系列当中的几部作品 还有山姆洛克威尔主演的月球 有大家熟悉的盗梦空间 全力的游戏第一季 还有火星救援 甚至包括银河护卫队和复仇者联盟 但余果奖的重心还是在小说上的 刘慈欣的三体获得的是长篇故事奖 北京折叠则获得了中短篇故事奖 当然这些作品都是世界科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中国科幻走向世界的标志 但余果奖上还是有很多出名的作品的 比如1966年弗兰克·赫伯特的长篇作品《沙丘》 1986年奥森斯科特·卡德的作品《安德的游戏》 还有康尼·威利斯的《末日之书》 他是余果奖的长客 获得过十余次奖项 而2001年余果奖长篇给到了《哈利波特与火焰杯》 获奖者是J.K.罗林 尼尔·盖曼2002年凭借《美国众神》获得了长篇奖项 这部作品也被改编成了剧集 尼尔·盖曼还有一部被改编成动画片的中长篇作品《鬼妈妈》 还有1963年菲利普·K.迪克的《高城堡里的人》 也获得了最佳长篇 当然你可能更熟悉的是他的另一个作品 《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 因为这部作品被改编成了科幻界地位很高的影片《银翼杀手》 当然哪怕世界上有诸多优秀的科幻作品 刘思心《好景方》获奖的背后 是中国科幻逐渐地被世界看到 被世界认可的表现 另外我要介绍一下三体《北京折叠》背后的翻译家 刘雨昆先生 他本人也是余国奖的获奖者 2012年他的作品《手中指》《心头爱》 获得了最佳短篇奖 而且13年凭借误哀再次获奖 也就是帮刘思心翻译三体之前 他已经获得了这个荣誉了 而且刘雨昆还是爱死亡机器人第一季里 狩猎愉快的编剧 非常有才华 我19年的时候在波士顿见过他一次 当时他正在给哈佛的同学们讲公开课 为人低调 谦逊 跟我说了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科幻概念 叫丝绸朋克 让我看到了科幻作家们 对于中国题材科幻走向世界的决心和热情 推荐一下他的作品《手中指》《心头爱》 短短的一篇小说当时看得我热泪盈眶 希望中国科幻越来越好 希望中国的科幻创作者们 都可以被世界科幻迷们认识和收集